請問一下,因為剛剛第一時間找到第三個 第三個我找到了嗎?沒有 不是啦,就是第一個找出來的 那就是有誤認的狀況 就是第一時間以為是 但後來發現是那個小女生 21歲小女生 阿嬤的心情有沒有很? 有點,昨天已經這樣哭了 哭了好幾天了 也是有一些平靜下來了 一聽到這樣的消息 我們大家都沒有一個好過的 因為畢竟是一家五口 真的是蠻坎坷的 那會不會覺得就是 第一時間可能以為媳婦找到了 但是後來又 又沒有 心情很不舒服 很坎坷就是 看起來就是不平靜 那因為他們 現在山上好像在下大雨 所以他救難人員好像可能等一下 如果真的還繼續下這麼大 可能會暫停一下 我剛才看到那個阿嬤有持續在他們溝通 他都隨時在確認有沒有再繼續進行對不對 阿嬤是這個 阿嬤應該是有吧 對啊 那你們現在到這邊已經好幾天了 對不對 我是今天才來的 因為我們從高雄回來 那他媽媽就是那個 他叫我姑姑阿 他的姿子阿 對 那一天他們 四號他們就來了 四號那天就來了 會不會希望趕快可以盡早 因為在想應該是凶多吉少 我們也是不要往 我們當然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是說 最好是有奇蹟出現 是最好的 我們大家都在等待 只想說 看是不是說 這個落實下來 是不是在一個 某個角落 希望說 有帶我們去救援他們這樣 大家都是這樣的期待 也不希望說怎麼樣這樣 就抱著很大的希望 只是他們跟媽媽這邊 是不是他們感情都很好 對 早上看到那個哥哥還跟媽媽 其實還在搭吹購 對啊 都很好啊 真的 我這個姿子真的滿好的 對我每一年 他都一年都回來好幾次 都回來找我們 他們的堂兄弟姐妹都會 還找阿哥 真的都很好 過年下還回來 就是小朋友是不是也都跟你們 你們都特別照顧那些小朋友 嗯 對 很常就是大家就是 也算是個大家庭 對 他今天就是 那一天就是要回來拜他 就是後來阿公阿嬤 就是我的爸爸媽媽 對阿就是很有幸就對了 對阿 對阿 就是這樣才會發生這個事情 再出雲那兩位阿 所以我們也只能就是 把這事情全給發臉 再看有沒有需要再去做後續再做搜尋 對阿 應該是 應該是 看那個身體是感想的 對 爸爸 對 因為人都是趴著的 但我們只能用他的身上的 對 特徵 那因為 爸爸的眼睛看不到 可是那個躯幹的身體 應該看起來是男生的身體 對 那明明是因為短頭髮 那個姊姊是短頭髮 所以大概也是要不用他的狀態 跟他的身形 大概這樣 應該是也是姊姊的 所以我們去先做我們快速的搜尋 先定位到人的位置 然後我們再看我們器材的部分 需要支援什麼 所以我們第二批經驗上是 幫我們支援能力跟器材送進來 那我們後來就是有足夠器材 去做現場的一些動作這樣子 嗯 他們有沒有表現都很驚狂嗎 或就是很受傷之類的 呃 在當下處理他們基本上都不會 因為大家都還蠻有經驗的 那比較會擔心的都是怕落實的狀態而已 那有預計我們殺卡當中今天會救到幾點嗎 呃 目前我們就是一個進度 因為剛剛我們會測出來一個很大的決定 那是因為後來的余政都太密集了 而且的確後來的落實狀態越來越密集 所以我們就當下三個縣市的指揮官都先判斷 先測出來 先把這個狀況影片先回報給花蓮這邊 那就請他們那邊再做一個判斷跟評估 看需不需要再送人進去 或是需要再派哪個縣市進去 就依花蓮這邊做調度為主 那你知不知道裡面是有多少是台灣人 或者是觀光客 目前那個我們要搜尋了嗎 搜尋的部分 目前搜尋到 目前知道都是台灣人 都是台灣人 剛才救出來的那些呢 剛剛應該是金英酒店下來的 那個跟我們那個點不太一樣 對 跟我們不太一樣 對 對 目前是沒有 因為我們所有在現場的隊伍 都一起達到一個共識 就先做測出 對 有沒有說今天的救群隊有多少人 目前 這人數可能要在花蓮那邊 他們就有做一個總統 我大概只有你掌握我剛剛進去的人數這樣子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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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那裡沙卡布倒是很美的風景區啊 是不是說好像前一天有跟你打電話嗎 前一天 他是沒打是前兩天打的 他有說他要回來記住 這樣子 所以最後聯絡的時候只有跟你們講到這個而已 然後他去哪裡他都會潑上來 我就知道他在哪裡了 所以是後來他沒有PO你就覺得怪怪的是不是 他有PO了我就說他回去記住了好沒關係 對啊就是這樣子 所以是他後來沒有去沒有回家 你才發現說怎麼人不見了 不是我看到了地震慘了 因為就地震了他們在那邊運動 當下有沒有就是想要趕快去聯絡他們 就是馬上打電話了 就都不通了 就打我媳婦的電話我兒子的電話 其他的要想什麼 要想什麼 這樣三個小朋友是多大 五歲 兩 二連級 還有 五連級 他們每年都會回來找你是不是 他們回來 每年都會回來華蓮記住 他現在工作室在高雄 他有回去帶我去玩 跟我姐姐 現在非常擔心 對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說 沒關係 一切都會安好 沒關係 一切都會安好 我們就 祈禱吧 我所有朋友知道看到電視的人 他們都說 好我們為他們祷告 神啦 祈求他們平安 也感謝各位記者們 跟收救隊的人 的幫忙 麻煩你們了 感謝你們 非常的感謝你們 你